香港有人烟的时间,就是在这里开始了 最古老的旗袍店 20年代已经开了 做到我认为已经第三代 旗袍是清朝满族 旗人所穿的便服 三百多年 改良了一点,以前是阔袍带袖的 日本去和服 代表日本这种服 但我旗袍可以代表我中国一种服装 你被穿晚装,报佬的圣巾出来 但我旗袍不是,包裹了 包裹了圣巾 流露女性一种曲线美出来 六七六十年代都是黄金六十年代 上班穿旗袍,做事穿旗袍 去街市买菜穿旗袍,入锤风穿旗袍 五十年代的时间 现在香港是西化的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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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了奇葡都少了 现在变成了离部 做衣服是一种艺术来的 是一种艺术品来的 是中国一种手工艺来的 就是我做几十年就好 每一类的身材完全不同 等于打麻将的铺很不同 大肚腩应该怎么拿位 韩贝英应该怎么拿位 哪大哪小应该怎么拿位 一件衣服做得好不好看 完全是师傅问题 不是人客的身材问题 因为我们做几十年 都是靠一种后悲 靠熟客 靠感情 什么人有 平民百姓 八观贵人 甚至是BB也有的 内地解放的时间 很多就是怕共争党走来香港 哪个手工就请我回去 全香港范城的时间做奇葡 有些吗 超过八百的 我一学回我的手工 都这么漂亮的手工来的 十个模 为什么现在没有 现在只有这么小师傅呢 第一 有些升了先 有些东西有 上年纪的 已经七十几八十岁了 有些没人肯入学 甚至有些东西走来问我 我想学 我来玩一下 那些有 我都这么紧要 你 大位师傅有兴趣的时间 才教你 有很多 但我有些说的情绪 给你听 你先合一下 哪个是你 哪个 穿 越时间越来越更加 你这么热情 这么有兴趣 那才一直做到现在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